前门书三说了,这个馆的宽,准时来到开封府内宅,见着浮衍赵伯,从怀里头,掏出来五面,免死金牌, 往前一闭,大人,说话算数,赵伯张大了眼睛,仔细一看,果然是免死牌,一点都不错呀,他打量打量管的快乐,好汉,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个您就甭问了, 反正有人给了我免死金牌,这个,上人可以吗?当然,当然,不过,不过什么? 气气气气气,干嘛,我当然,说话可得算数,我这个人最烦说话不算数的, 倘若你把我骗了,哼哼,羞怀我宽怜,不认识人,赵伯的夫人也在旁边呢,夫人吓得心都碎了,老呀,听话吧, 您担不了账不了责任,我们由免死金牌作证,叫怎么的就怎么的呀,这是皇上的特赦令一样,见着免死金牌就等于见着圣旨了, 你还犹豫,你还犹豫什么,夫人说的是,夫人说的是,好汉,我现在就放任,好嘞,大人,这样对你我都方便,你担不了责任, 不管任何人,要查问此事,你拿免死金牌作证啊,谁还敢怪你,我想连皇上都说不出个不不字来,是是是是,是是是,好汉说得对,慢着,大人,我还有个要求,麻烦您了,用辆车, 把这五个,把这五个所谓的罪犯送出城去,到东郊,东郊有片小树林,把他们放在那儿,你的人撤回来,咱这个账就算两斤了,您放心,我再也不来讨扰,是是是,您听明白,如果,你要跟我耍心眼,钻我的空子, 利用这个机会,调兵填将,不按我的话去做啊,大人,你还想去的,我明白,我明白,赵博真听话,就这样,按照管帝宽的要求,用辆车,把石田他们送到树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至于管帝宽怎么把金牌弄到手上,他就烦着什么门子,咱们以后再交代,谐言少叙,输归正文, 管帝宽一露面,石田他们可乐坏了,石田把脑子一捕了, 我说,兄弟,你可真够意思啊,舍命陪冰棚啊,要没你,我还真够气儿,怎么样是气儿,够意思吗? 够意思,太够意思了,我说您不说,您本身有点事还没办完,不陪我们到东京,是啊, 可是我的事儿办得非常顺利,原来想的挺麻烦,到那三下五出二结束了,我不放心了,所以溜在一趟,正好遇上你们出了事儿, 废话少说,走吧,哎呀,多谢,多谢,多谢,我说老弟啊,我还问这事儿行吗?行, 五月初五,神州历类,大家能否光临呢? 嗯,看这意思我还真能去,不仅神州内我能去,山东太安,还有许多的事儿我还得办, 到了时会儿,咱们不见不散,好嘞,五月初五,不见不散,那我就告辞了啊,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焰路之上,你们小心介意,是是是,哎,怎么说呢? 这次到了东京变两,什么事儿没办成,好学没把命打下,还给您找了不少麻烦,别这么说,什么事儿没办成,都办成了,哪能啊? 蒙丹兰普就没到手啊,我们到东京干嘛来了,还不是为这事儿吗? 哈哈哈哈哈哈,你没到手,我可到手,你来看,关这关你从怀里头,拿着个小木匣,往前一闭,看见没,这里边装的就是蒙丹兰头, 我已经替你们全都办到了,哎哟,我那可真了不起啊,哎呀呀呀,比我还高,多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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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东西交给你了啊,再丢了,和我没关系了, 我再也不能给你们帮忙了,五月初五见,说着坏的坏,深情的坏,消失在树林之中, 燕青啊,惊呆了半上,燕青心说,我的哪年哪月,有人家这个本事, 简直都神了,安腾腰等人,也高兴得不得了,老西啊,这一人可真厉害啊,啊,你老殷家要有他那本性啊, 我们不定得多高兴,废话,他那本事也跟我觉得,哎呀,我的媳妇啊,不定死了多少牛呢, 哎呀,你认为我吹牛皮啊,孩儿,你要不信,神州内生见, 到了神州,师父露出几手,让你开颗眼,指定你得管得宽,还得管得宽, 谢嘛,但愿有起啊,各位都听见了,我老西把大话扔出来了, 大话扔出来了,他拿不出两下进来,咱们稀途的关系就得决裂, 爷儿俩说到这儿,他们离开了树林,直接奔水不良山走, 十天盘算着日期,忽然的想起件事,跟燕青说, 我说兄弟,这广义现在怎么样不清楚,你放心吧, 肯定管得宽,他不能不管,这些事情,我们不必辨念, 可倒是,还有件大事,蒙丹兰普在咱手里头, 咱也不能拿到神州去,我说兄弟,最好咱兵分两路, 你带着蒙丹兰普赶紧赶回中级堂,交给宋头领, 让他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人四个直接赶奔泰安神州, 去找江南施老侠,前期进行安排, 我算计一下日期,如果再不赶到, 就恐怕晚了就啊,嗯,也行, 那我拿着蒙丹兰普先回梁山, 对了,咱俩不耽误,就这样, 燕青带好了蒙丹兰普起身赶奔水不梁山, 十钱一人四个直接赶奔泰安神州, 在双阳岔道,他们分开了, 不表现轻,但说十钱,十图四人, 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 你看路边有个饭馆, 你看,说书离不开吃饭呢, 人已失了一天呢, 不吃饭怎么能行呢, 他们进了饭馆了, 伙计是盛情捆带的, 没问他们吃什么, 擦抹桌岸, 一会儿给摆上来, 十钱一看, 祸! 猴头燕窝, 杀鱼翅, 一共十六个菜, 千里透平香的好酒, 拿着一斤来, 安神江一瞅, 怎么这么大方, 这一桌菜得多少钱呢, 本来我们银子就不多, 哎呀, 我这饭馆什么规矩, 也不打击我们吃什么, 就给摆上了, 又一样, 吃吧, 吃完再说, 就这么的, 一人几个都吃了, 哎呀, 吃的这个香劲儿, 甭提了, 等吃完了, 十钱把火器叫我来, 火价, 算账, 哎, 好嘞, 你呢, 多少钱, 有人都给了, 你说还多少钱呢, 有人请客, 有人请客, 还真心情, 他知道我们是谁吗, 那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人家连小费钱都给了, 我这个人叫什么名, 这人说了, 他是良善子, 要十千, 叫什么, 叫古尚要十千, 人家都给了, 是吗, 韩腾娇也乐, 我说这些怪了, 冒出几个十千来呀, 十千再问, 我就不说了, 我不知道别的, 掌柜的就告诉我, 摆一桌上登酒席, 哎, 钱都给了, 人家是十千付给账, 哦, 好嘞, 十千他们又往前走, 到了第二天, 到镇点找饭馆, 下饭馆, 刚坐下, 擦磨砖, 摆出来, 猴头燕窝, 杀鱼吃, 全好吃的, 等吃完了一半货钱, 多少钱, 获取一乐, 有人早把账给付的, 谁付的, 水不凉山的, 好汉十千给付的钱, 十千付的钱, 你见过十千吗, 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十千付的钱, 掌柜也说的, 人家这么交代的, 我就这么对您说, 有人请客还不好吗, 那倒是啊, 把你们掌柜就请了, 掌柜就出门了, 这几天以后才能回来, 问到这儿为止, 咱就这么说, 一站一站一站, 走出六天, 皆是如此, 安腾娇就纳闷, 老西啊, 你说这想过谁, 谁冒名顶替, 报成老西里的名家, 还请咱吃饭, 还安得撒起你, 啊, 孩儿这你就不懂了, 人的名数的羊啊, 这就叫大将军八面威风, 你师父我这么大的名望, 这么高的本事, 冒名顶替者能少得了吗, 羡慕咱爷们, 想搭起咱爷们, 借此想跟咱亲近一步, 这你还不明白吗, 或许想拜我为师, 哎, 不管怎么的吧, 他得花钱, 这得说老师的能耐和伤万, 你服吗, 不光接下来吧, 我看其中有文章吧, 周天亮也说, 是啊, 师父, 这事儿挺奇怪啊, 对不住这人有用意, 管的是什么呢, 有人请客, 咱把银子上下来的, 跟我来, 这天离泰安神州已经不远了, 眼前一座大山, 这大山名字叫聚宝山, 他们走的是聚宝山的东路, 顺着山道正往前走着, 一看不远, 一个大村座, 他们决定在这打间吃饭, 第二天, 用不了一头五就进了城了, 就到了神州了, 哎呀, 一路十分疲倦了, 等来到村子口, 哇, 再看这村子口, 站着能有一百来号, 翘着脚, 撑着脖子, 往十千这个方向打亮着, 有不少人拎着喇叭, 喇叭上拴着红丑子, 有的人端着大骨, 骨上拴着绿丑子, 这帮人啊, 披红挂绿, 都穿着新衣服, 一个个喜气洋洋, 看那样子, 等了不是一只了, 为首的, 你问老头, 五十多岁, 中等身材, 叫矮胖子, 往脸上看, 面似顽佳, 花白糊, 头上戴着鸭尾巾, 并插殃胸袖, 身上穿着古铜色, 一身剑袖, 腰里沙沙打带, 勒着狮子盼, 勒下, 佩戴一口, 滚珠宝刀, 一看啊, 就是当头的, 有身份的, 石天西说, 他们在这干嘛, 欢迎谁这是, 正在这时, 有个人眼间, 发现石天他们, 装着, 来了, 石头领来了, 来了, 一二三四, 来了, 一点都不差, 敲起来, 吹起来, 又吹唆呐又敲呼 顿时山口就沸腾起来了 呼这帮人上来 不容分说 把石牵颜色给包围了 鬼手的老头 聊一副跪在石牵的脚下 您就是水不凉山 古上岛大将石牵石头岭 哎呀石头岭 您说话真算数 说这时候来一点不差就来了 石头岭 我们就等着您来呢 快快快准备 说个准备 人群的后头 有四辆二人胎 什么叫二人胎啊 一把椅子 两根杆在左右一栓 人往椅子上一坐 两人抬着 这玩意跟叫的似的 极其舒服 四乘二人胎 准备这儿 不容分说 把一二四个舟在二人胎上 这庄主奔飞声 赶紧进庄 又吹又唱又打 众星捧月一般 走进庄村 再看这个庄子 男女老少 万人空相 都出来欢迎来 热烈鼓掌 还有人 蹦起来多高 欢迎石头岭 欢迎石头岭 石尖真懵了 石尖今春 咋子岔 走道 有人请客 到这会儿 不打招呼 盛情欢迎 认错人了 不能啊 说得红嘴白牙 石头岭上 石头岭短 这是没错 干嘛这么欢迎我呀 什么喜事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石尖不明白 撒图得更不明白 一时进了庄子 往东边一拐 到了个大院子前边 二人胎 星星落地 那个庄主亲自过来 把石尖扶下来 石头岭 里边请里边请 石尖一看 院门高大 大门敞开 往下看 红杆子铺地 像办喜事一样 府门上挂着一队红灯 里边又出了一伙人 来了吗 来了 把石头岭请进来 就像欢迎天使官一样 把四个人让进大厅 再看那个大厅 也宽阔 红杆扑着地 喜气洋洋 让石尖上座 杀徒地坐在旁边 这老者 垂手 站在旁边 伺候 其他人不敢进屋 都躲在院里 一个个探头 锁脑 指手画脚 窃窃 思议 石尖心说 这一路之上 我都像在做梦 这梦还没醒 但愿这好梦 长期做下去 这再怎么查 我就问清楚了 还没等他说话 老头说话 石头岭 您说话真算数 说今儿个这时候来 真就来了 就冲着一点 您就是 丙天立地的英雄汉 我算服了您了 是啊 我这个人 历来说话算数 石头岭 您没让我请人 我可谁都没请啊 您不是把胸脯子一拔 您说了吗 谁都不用 就您一个人就可以 我就请您的话 我谁可以没找 啊 石家一想没找 你想干什么呢 我都糊涂死了 他顺着这个茬 我想问 没请你咋子 怎么办 全看您的 石头岭 您安排 您这么高的本事 那一伸手 这事就解决了 我看也用不着旁人 是不是呢 您把这事换成了 我说话肯定算数 白花花十万两雪花银 我肯定博得您的名下 这钱虽然拿不出手去 了表寸心 代表我们村民 向您表示感谢 哈 哈 哈 石家是越凭越糊涂 心说不行 这事我得打听清楚了 我说庄主 你贵姓了 啊 庄主也傻了 说了万点还不知道我是谁啊 啊 石头岭 您忘了 您贵人多忘事 我这庄子叫周家庄 小老儿姓周 叫周宝成啊 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 叫金刀义士 啊 对对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 这石家真能蒙事 像那个你不知道 你就打听打听得了呗 他顺口答应 半真半假 对对对 周宝成 周宝成 我怎么忘这茬子 哼 你想起来了吗 石头岭 您看咱下一步 应该怎么办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明天正当午时 就是正日 您领着我们 就赶奔巨宝山菜公车 跟砍家庄的人砍红 绝一吃雄 你看好吗 坏汉 石家一看啊 再不问清楚 麻烦了 我说你先等等等等等 我周宝成啊 说了半天 我都糊涂了 我怎么记不太清了呢 究竟你这发生什么事呢 石头岭 开什么玩笑 您亲自给解决的 你怎么忘了 这才两天的时间 你忘的就这么干净 哎呀 你不知道 我一天这事太多太多了 修我的人大有人在 那倒是能者多劳吗 所以说呢 有些事我虽然答应了 一陌生 我就背不住忘了 你再跟我重复一遍 我不就记清楚了吗 是啊 那我就跟您说说吧 我前者不是向您介绍了吗 我眼前的座山叫聚宝山 哎呦 满山都是宝 出了果木树就是框 框桑丰富 山的东坡归我们周家庄 西坡归坎家庄 那都有介石牌的 我们两家说的好好的 祖祖辈辈都按这个规矩办事 没想到最近 坎家庄的人公然翻了脸了 在一背条约 侵占我们山头这边的土地 框啊 我们园子得占据不少 因此我们双方变脸了 发生了邪斗 这件事全靠着古上岛来给我们解决